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爆料消息 这个模组包括一颗1200万像素的广角镜头和一颗1600万像素的长焦镜头 这两张图的真实性还是蛮高的 虽然这额头看起来一点都不久102年 不过会想起谷歌此前公布的额头内部组件图 嗯 大伙会选择原谅它吗 前下午魅族16s pro正式发布 作为16s的升级 魅族16s pro的外观与前代差别不大 除了经典的黑白以外 新登了目光森林和梦幻独角兽配色 在性能方面16s pro搭载高通骁龙855plus处理器 全系标配ufs3.0闪存 配备第三代mengine线系马达 官方宣称是安全阵营里面最大的 搭配双超线系扬声器 电池容量是3600mAh 支持mcharge快充 在拍照方面